民国梦与民国 第三步 山河破碎被撕裂的灵魂 冯国璋身上最明显的缺陷是贪财 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之后 发现中南海有很多鱼又肥又大 赶紧派人去捕捞 运到市场卖个好价钱 美其名曰总统鱼 冯大总统此举过于雷人 引来文人骚客讽刺 宰相东陵伐木 援手南海卖鱼 如果说这一切看起来有些可笑的成分 那么下面的事就可悲了 近代的驱逐史起于鸦片 从林泽旭开始 有志之英好都提倡进烟 袁世凯政府也是进鸦片的 但冯国璋担任江苏都督时 却因为利益涉入烟土交易之中 惹得骂声一片 冯国璋没办法 又是送礼 又是找人疏通关系 勉强糊弄过去 这个已经不是敛财能形容了 只能说是贪婪 爱财之心 人皆有 敛财之心 人皆有 爱财不是缺陷 敛财不是缺陷 但贪财是缺陷 一般人贪财不算缺陷 身居高位的冯国璋贪财 就是缺陷 对于一个至存高远的大老级人物而言 如此低级的错误 非常可悲 那个时代很乱 有枪杆子捞钱很方便 但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 捞钱可能会亏本 黎元洪第二次当选总统时 在某次宴会上感叹 这总统真他妈不是人当的 上个月我就赔了三万 一年就需要赔三十多万啊 冯国璋可没有黎元洪那么好脾气 他不想自己亏钱 代理大总统之前和断期锐提条件 崇文门监督一直要挂在自己名下 那是肥缺 每月有二十万的商业税 冯国璋万贯家财 何必计较那点钱呢 还是贪 1917年8月1号 张勋失败两周后 冯国璋的专列开到北京 厨 家人 奴婢 家丁 幕僚团队之外 还带了十五市的官兵近万人 充当总统卫队 这支队伍日后坑了段祺瑞和张作霖 如果黎元洪当初有一万总统卫队 张勋就没法复辟 当初冯国璋还是满清大臣时 曾为朝廷制定策略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士气 如今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 冯国璋认为大战身手的时刻来了 他下定决心 要依靠自己的魅力和手段 征服所有人为国为民 做点事 冯国璋刚到北京 就让人通知清皇室 民国政府给皇室的优待不便 不追究他们在复辟中的责任 既报答了当年朝廷的恩泽 也给为数不少的医老们吃了定心碗 魏晋总统府 冯国璋先去拜访黎元洪 表示对前任的尊重 入住总统府之后 冯国璋还是使用之前的班子 并没有大换班 已是大度 北京政府原本要举行各类盛大的欢迎仪式 冯国璋手一挥 免了 理由是 节俭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何为贵 他的施政战略核心 归结为一条 和平统一 之前 黎元洪也想和平 用老好人的策略或信仪 失败 冯国璋能成功吗 至少他的主意比黎元洪多 手里有枪杆子 所以他有资本去尝试 他信心满满 对所有人都和和气气 冯国璋 这一系列动作 赢得很多人的好感 前清已老 对冯国璋感觉不错 之前围绕在黎元洪身边 反对段祺瑞的力量 开始向冯国璋靠拢拢 冯国璋本身是北洋元老 在军中有威望 加上和西南派关系不错 一时之间 民国西一代领袖呼之欲出 只要那个人支持 冯国璋就能整合各方面势力 把所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 那人就是冯国璋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结议兄弟冤家段祺瑞 段祺瑞还是主张武力统一全国 较量 8月2号下午 冯国璋拜访段祺瑞 兄弟哥俩好 掏心窝子的话说了一大堆 冯国璋对段祺瑞说 新的府院之争 不能再有 也不该再有 咱们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 应该是同窗兄弟 说的可谓情真意切 段祺瑞回应冯国璋 四哥说的对 今后有事要商量着办 我们都是这么大岁数 半截身子入土了 还有什么争投 我这人脾气不好 说话办事太直 四哥 琴敲打着 说的也是真切感人 那一刻 两位老人家 仿佛不是大总统和总理 而像好久不见的兄弟 在喝酒 然而 这世界最难调和的事之一 就是政见之争 特别是有实力之人的 政见之争 他们背后有整个利益集团 就在热乎之际 冯国璋想把眼前的急事办了 冯国璋说 知全 我想让李纯接任我的江苏空缺 让陈光远带李纯 当江西渡君 两人是咱北洋派 可靠 你看如何 冯国璋进京 最要紧的事 是保住大本营 除他自己之外 最信任的就是李纯 这事半成 相当于保住老家的命根子 不至于像黎元洪那样 去北京丢了湖北 应该说 冯国璋挑的时机很好 眼见冯国璋如此有心眼 段祺瑞很来气 但二人刚刚相见 新窝子还没掏完 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将 便答应了 冯国璋很高兴 段祺瑞补充 我想让傅梁左当湖南都军 让吴光新 当四川查办使 两人是咱北洋出身 可靠 你看如何 这是成绩在冯国璋的地盘顶鞋子 冯国璋按骂段祺瑞狠毒 但也没办法 这是两人第一回合的较量 在笑谈中完成 平分秋色 对冯国璋而言 考验才刚刚开始 段祺瑞给冯国璋 送来西医间内阁成员的名单 清一色惋惜人 赤裸裸的揽拳 一点伪装的成分都没有 冯国璋气得拍桌子 但目以成舟 强行更改 不仅浪费时间和精神 而且要得罪人 和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 不相符 忍了 不管冯国璋如何忍让 他和段祺瑞之间 有三道坎必须过 坎之一 对德宣战 林元宏就因为这个问题 被轰下台 现在这个问题 摆在冯国璋面前 而且局面更糟 林元宏好歹有国会拖延 现在国会已经被解散 冯国璋连拖延的借口都没有 而且孙中山反对对德宣战 冯国璋和孙中山之间 关系还不错 但形势比人强 没法子 再输一句 坎之二 国会被林元宏解散之后 议员们的口水仗 暂时告一段落 一部分人不甘寂寞 跑到西南依附西南派 组成非常国会 天天骂段祺瑞 段祺瑞很烦那帮人 根据临时约法 成立临时参议院 把反对自己的人排除在外 如此一来 冯国璋就不要指望 赢得口水仗了 他的政治处境 甚至不如黎元宏 毕竟黎元宏 还有国会的一群笔杆子帮忙 没法子 再输一局 但是第三道坎 无论如何也绕不过 因为牵涉到西南派 绕不过的坎 西南地处帝国边陲 存在感不强 洪秀全之后 存在感加强 袁世凯死后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初反对袁世凯称帝 蔡厄等英豪 在西南振臂一呼 印折云集 然而蔡厄死后 唐继尧在云南称王称霸 不思进去 西南真正的核心 是广西的陆荣亭 陆荣亭生于1859年 广西壮族人 早年生活艰辛 当过乞丐流浪过 成年后当过基层公务员 熟悉官场 后因不堪一名法国老的 侮辱毒打 而杀掉对方 落草为寇 成为土匪的陆荣亭 不抢中国人 经常到越南境内抢劫 后碰见清军招兵 开始军人生涯 他的早期军旅历程 和张勋类似 只是在辛亥暴动之后 宣布独立 随后势力逐渐扩大 控制梁广和湖南一步 野心也在增加 他不甘心偏剧西南 想在舞台中央露脸 冯国璋要实施 和平统一策略 必须得到陆荣亭的支持 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冯国璋刚到北京 却任命傅梁佐为湖南都督 和段祺瑞的交换条件 傅梁佐名义上是湖南人 实际在北方长大 只是户籍在湖南 是段祺瑞的心腹 陆荣亭有些受伤 忍了 不能忍的是 傅梁佐 原本说不带兵入乡 可是傅梁佐前脚进去 范国璋的二十师就跟了过去 损害了陆荣亭的核心利益 不能再忍 打电报给冯国璋 要求解决问题 冯国璋急得团团转 一番苦思之后 想到一个妙招 把难题推给段祺瑞 反正是责任内阁嘛 掌权也得背黑锅 如此一来 矛头指向段祺瑞 冯国璋可以到处打哈 当好人 暗地里给段祺瑞添堵 比方说 湖南名流询问情况 冯国璋暗示他们 可以组织抗议 段祺瑞要实施武力统一 必须消灭西南派 他原打算先拿下西南派 实力较弱的湖南 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想要动手 但冯国璋表态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动手为好 段祺瑞让冯国璋签发讨伐令 冯国璋拒绝 段祺瑞直接让范国璋进军 西南派针锋相对 组织西南军政府 把孙中山抬出来 当大元帅 孙中山也不客气 甩袖子上任 号召议员南下 在广州召开国会 由于南下议员不足 仅仅召开非常国会 并试图组织军队北伐 冯国璋乐了 段祺瑞怒了 段祺瑞派人找冯国璋 要求冯国璋下令通缉孙中山 冯国璋顾继重演 使出托字诀 表示研究研究 段祺瑞在派人催 冯国璋表示正在研究 段祺瑞打电话催 冯国璋表示正在仔细研究 深入研究 仔细深入研究 冯国璋就这样一下子研究了七八天 但又不敢和段祺瑞翻脸 最后灵机一动 让总检察厅起诉孙中山 得知冯国璋的研究成果 段祺瑞气的脸色铁青 再变红 再变黑 成猪甘色 等到繁琐的司法程序走完 孙中山都打到北京了 如果有实力的话 虽然把段祺瑞气得半死 冯国璋的日子也不好过 段祺瑞有权调动军队 没有冯国璋的命令 也能打仗 西南派组织护法军 决心要和北洋军一决雌雄 大战一触即发 冯国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一边和段祺瑞周旋 一边派人到西南 让陆荣亭冷静 段祺瑞得知 陆荣亭组织护法军 暴跳如雷 用你公文罢免陆荣亭 让冯国璋改章 冯国璋再次推脱 冯国璋 就算牺牲孙中山 也不能牺牲陆荣亭 参考之前 不顾孙中山的反对 和德国绝交 孙中山 有名无实力 只是一个偶像 而陆荣亭 是西南派货真价实的核心 冯国璋的棋盘 和平统一 所谓和平统一 由他自己代表北方为大总统 陆荣亭代表南方为副总统 要达到如此理想的状态 必须让段祺瑞屈服 段祺瑞不是轻易能屈服之人 冯国璋的如意算盘 就是拖 把段祺瑞拖垮 拖疲惫 然而他想不到 因为有狼心而无虎气 先倒下的 却是他自己 段祺瑞决心出狠招 操控都军团 由原来攻击湖南 升级为 征湘 平越 讨颠 对西南全线进攻 印马珠江 一举荡平西南派 眼见段祺瑞下决心 冯国璋脑袋转了一圈 赶紧派人到南京找李纯 受锦囊妙计 随后 李纯带领长江三都公开通点 反对战争 呼唤和平 和段祺瑞唱反调 其实是冯国璋对段祺瑞亮剑 事情到此 如果是黎元洪当总统 估计就没什么办法了 但冯国璋有枪杆子 段祺瑞这一次没有生气 他终于意识到 武力统一的最大障碍 不是西南派和孙中山 而是冯国璋和他的直系 他把进攻西南的计划搁置 专心对付冯国璋 交锋 冯国璋破坏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陷入危机之中 他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来信 想想光绪和黎元洪 或者是电话 大总统好景不长 他还收到一份神秘礼物 一颗有毒的子弹 这些还是小儿科 京城部队 经常神秘调动 兵变传闻 时隐时险 时不时 有幕僚提醒他 注意 当心 那年头 行辞是普遍现象 伊藤博文 就在朝鲜被刺杀 冯国璋虽然有枪杆子 但人在北京 在别人的地盘里 冯国璋很紧张 能待在房子里 绝不外出 乌露偏逢连夜雨 周底 病危 死亡 冯国璋受到巨大打击 极为消沉 此时 他仅仅上任几十天而已 冯国璋精神最为低弱之时 段祺瑞出现了 段祺瑞指望趁机押服冯国璋 冯国璋也想让段祺瑞放弃主张 两人展开了一场跌开生面的唇枪舌战 段祺瑞指责冯国璋背后捅刀子 鼓动别人反对他 冯国璋不承认 冯国璋指责段祺瑞监视他 段祺瑞不承认 双方如此这般 如同小孩子过家家 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最后吵得差不多了 表示 两人对外还要维护和谐形象 提到和谐 段祺瑞又来起了 说开战十几天 大总统讨伐令 怎么还不发 冯国璋仍然以和平应对 段祺瑞说 为何不通缉孙中山 冯国璋表示 在研究 段祺瑞指责冯国璋和西南派有默契 冯国璋觉得 让段祺瑞出丑出的差不多了 决定缓和一下 表示愿意下达讨伐令和通缉令 然而 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还进一步要求罢免陆荣亭 冯国璋没有打太极 表示 不行 段祺瑞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鲁绒廷是你的新尖子 冯国璋强硬回击 我是考虑国家大局 段祺瑞的脸上不满杀鸡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管 冯国璋大惊 什么意思 段祺瑞冷冰冰地说 你心里清楚 这话什么意思呢 根据前段时间的表现 段祺瑞很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抛开个人安危不谈 如果那样的话 修说和平统一 北洋内部必然分裂 必然战火连连 冯国璋 原本并不高大的身躯 萎缩了 他表示 可以考虑撤掉陆荣亭 段祺瑞不给他时间玩新花样 逼他当场写了罢免令 有趣的是 段祺瑞离开之后 冯国璋又把调令要了回来 第二天 段祺瑞再次出现 把调令拿走 自己发 冯国璋屈服了 所谓和平统一 也暂时毁于一旦 冯国璋比段祺瑞有主意 更会为人 枪杆子也不差 但关键时刻 缺乏决心 凭冯国璋 坚韧而不坚决 反击 但冯国璋的屈服 只是暂时的 因为 他虽然没决心 却有韧性 冯国璋避开和段祺瑞正面冲突 另外寻找反击手段 毁掉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逼迫段祺瑞走人 段祺瑞进攻湖南 排头兵依靠王鲁贤的第八师 和范国璋的第二师师 二人虽然是段祺瑞的心腹 但他们的部队是南方人 厌战情绪严重 冯国璋决定给段祺瑞背后来一刀 策反王鲁贤和范国璋 他派心腹告诉二人 过来跟直戏混有好处 跟段祺瑞混 即使大胜 也捞不到湖南都督或省长 损兵浙江而已 因为段祺瑞已经有人选了 那个时候的将军 都是自由主义者 哪里有好处 就往哪里钻 今日终于段老大 明日就可以忠于段老大的死敌 所谓有奶便是娘 王鲁贤和范国璋果然被说动了 掉头发了一封通电 要和平 不要战争 二人霸战 吓得湖南都督赴梁左 跑路 西南军城市进攻 北阳军 冰白如山倒 段祺瑞的计划再次破产 冯国璋再次乐了 段祺瑞再次出现在冯国璋面前 大总统 你干的好事 冯国璋卖萌 段祺瑞颓然 不要演戏了 你干的是你自己清楚 看不上我段祺瑞 我可以辞职 不用背后捅刀子 冯国璋心里偷着乐 段祺瑞又去了天津 冯国璋心里更乐了 轻松不少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段祺瑞打垮 但很快便迎来更大的烦恼 段祺瑞在天津 又重演了对付黎元洪的那一套 召集都军团开会 拆台 各位大老粗 再次为段总理打抱不平 冯国璋马上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他想抓军权 恢复袁世凯时代的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 婉系军队通电表示 如此名字不合法 冯国璋把名字改合法 军队依然通电反对 表示如此做法不合法 一个牌子换了好几遍 上上下下反复折腾 还是没挂上 最难的问题还是内阁总理这个职位 没人敢接 之前离元洪勉的段祺瑞 没人敢接 如今段祺瑞自己离开 还是没人敢接 冯国璋打算请王时珍出山 北洋系统内 冯国璋和王时珍关系最好 王时珍人员很好 资历很高 而且没有派系 但王时珍表示 不能夺段祺瑞的总理 冯国璋眨了眨眼 想到一个主意 找一个过渡总理 那样 王时珍就不算夺段祺瑞的职位了 连王时珍都不敢直接取代段祺瑞 其他人更不敢了 那些支持冯国璋的各界贤打 要么摆摆手 要么摇脑袋 表示不愿涉足政治漩涡 冯国璋 求爷爷告奶奶 无果 眼看政府瘫痪 最后还是外交总长汪大谢 勇敢地站出来 担任过渡总理 并提出条件 一 代理一星期 二 必须得到段祺瑞同意 等于没说 就在这个时候 段祺瑞亲自劝说王时珍出山 李游和冯国璋一样 11月23号 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 此时据他代理大总统仅四个多月 到北京上任仅三个月 但日子并没有好转 因为和平没有到来 西南军趁机占领长沙 及其北洋军内部主战派的不满 给段祺瑞口使 靖州 乡凡等地 又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火上浇油 所谓和平统一 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混乱 乌鲁偏逢连夜雨 新上任的内阁总理 王时珍 不堪压力闹辞职 搞得冯国璋头胶讹烂 心力憔悴 头发愈加稀疏 他终于明白了 黎元洪当初的难处 冯国璋知道 这一切都是段祺瑞在后面搞鬼 想到段祺瑞 冯国璋恨得牙痒 但也仅此而已 如何解决段祺瑞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段祺瑞请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冯国璋开动脑瓜子 又是开会征求意见 又是苦思冥想 终于拿出了一个 自认为很妙的主意 当时世界大战 协约国都有参战督办负责军事 冯国璋想让段祺瑞担任这个职位 和外国人督办 毕竟不会对外派兵 所谓督办 就是忽悠人的大帽子 冯国璋为自己的妙计得意 唯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拒绝 事实证明 他的担心很多余 段祺瑞很快出现在冯国璋面前 两人再次笑着表示 哥俩好 只是那笑容中处处刀锋 冯国璋笑着对段祺瑞表示 为了咱们北洋派迁究大业 知全老弟委屈一下 以后参战的事都归你管 段祺瑞扭捏一番 表示恭敬不如从命 冯国璋想限制段祺瑞 却没想到事情会从此失控 如果冯国璋回忆往事 他的失败 就是从任命段祺瑞 为参战督办开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